不到四個月就宣布要參選總統 然後接下來你又要請假三個月 你的寒假比別人的暑假還差 其實只有一個重點 韓國瑜要請假要怎麼進行他的選舉 那是他的事 但是我們希望他依照規定來 更重要的是 哪一個老闆可以允許自己的員工 上班不到一年就可以請假三個月 告訴我哪裡有這樣的老闆 我們年輕人會問 每天打工打的辛苦的鑰匙 哪一個老闆說我上班不到一年 我讓你請假三個月 有這樣的員工嗎 那也有這樣的市長嗎 所以韓國瑜請假 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希望他回歸高雄市政 不然你就乾脆把高雄市長吃一吃 你的年假不夠 你的年假只有21天 包括14天的休假加7天的 7天的市假14天的休假 那結果你要請到三個月 你要請到三個月 那請到三個月就依照 這個我們的請假規則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扣薪水 朱立倫是有年資 所以他請假了 他也捐錢了 我們韓國瑜看看要不要比照辦理 還是錢真的對你這麼重要 我們先說明一下 依照行政中立法 第11條的規定 這個 縣市首長如果參加選舉 他在選舉公告發布以後就一定要請假 這是行政中立法 相關的規定 相關的規定 就是公告以後他一定要請假 那他原來請假公告日期是12月13號 12月13號 那現在韓國瑜請假 請假三個月 我們來看一下 另外 內政部有提供一個 民選地方行政首長服務規範手冊 民選地方行政首長服務規範手冊 他裡面也說明要依據行政中立法第11條 他公告以後他必須請假 那我們來看一下 過去有沒有這樣的例子 過去確實有 朱立倫在2015年跟2016年也確實做了請假 但是這裡我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朱立倫因為擔任過桃園縣長 新北市長行政院副院長 所以他的年資比較久 他2015年 他的天數 他可以請假的天數 包括他的休假年假 還有包括試假 他總共可以請64天 那朱立倫請了54天 他的年假有64天 他請了54天 2016年 他請了10天 他請了10天 2016是在1月16號投票的 那2015年 他請了54天 2016年他請了10天 總共請了64天 但是朱立倫的年資比較久 韓國瑜不一樣的情形 韓國瑜到現在為止 他的年假應該有14天 然後不扣薪的試假有7天 所以他今年的休假應該有21天 但是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他14天裡面已經有請假2個小時 然後7天的試假裡面 他已經請掉了5天多 5天6個小時 他是1個小時1個小時計算 7天的年假裡面已經請了5 5天又6個小時 也就是說韓國瑜在今年可以請假 不扣薪的21天裡面 他已經請掉了5天又8個小時 然後他現在還要請假3個月 韓國瑜在去年12月25號正式上任高雄市的市長 在今年的4月他就宣布 他就宣布參選總統 那做不到4個月就宣布參選總統 然後就開始競選總統的行程 那我們要問的問題是韓國瑜請問你到底是留職停薪呢 還是要怎麼樣呢 因為韓國瑜昨天的說法 韓國瑜辦公室昨天的說法是說 他特別費也不會領很抱歉 特別費從來不是用領的 特別費是包括衛繞 要靠賞公關這個要憑單據領取的 不是市長的私人口袋錢 那另外我們最要質疑的問題是 你做市長到現在未滿一年 大概10個多月 那你當選不到4個月就宣布要參選總統 然後接下來你又要請假3個月 你的寒假比別人的暑假還長 你igne�假ards 你你這次子下個月 你天下地的分析 你走到要看 你走到你